如果你想要統計的話 這兩個功能其實都可以辦得到 只是說這個資料欄統計資料的話 它沒辦法留下來它只能看到 那如果你要留下來的話 可能還是要畫一個圖表 比如說我想知道說到底哪個時段 它的那個發生機會最高 所以我先選一下發生時段 然後再利用資料裡面的資料欄統計資料 那你可以看到其實它預設這邊就有了 就是不過一樣要忽略那個第一個 忽略列一定會略一個 那它會自動幫我把它繪製成一個十條圖 那我覺得比較清楚的是說 它可以用最常出現跟最不常出現 所以如果想知道說 小偷在什麼時間 它最有可能會行竊的話 那其實這邊馬上就有個答案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什麼時間追來出現 第一名應該是這個時間 也就是說10點到12點 好像小偷追 那 那 大家跟我理解有點不太 因為我印象說以前好像小偷都是半夜 都晚上 因為至少沒有看不到 但是 這個答案好像有點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就是它是早上 所以趁什麼 剛好是人家上班之後的時間 家裡沒有人 那可能光線也是亮的 所以如果假設 你們要防止那個 就是家裡 失竊的 我覺得是不是早上這個時間 是用什麼方式可以阻止的 這個可以想想看 那第二多的話就是 下午的4點到6點 這個時候大概 應該是大家快要回來的時候 所以小偷很奇怪 快要回來你還去偷 那不是我滿危險的 還有另外第三個時段就是 10點到12點 大家睡了嗎 不見得 所以是不是 趁大家即將要入睡的時候 大家睡早就偷東西 是不是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下午的時間 大概這幾個時間 那當然最不常出現的時間 大概就是相反 就這個時間 所以 可能他還想睡覺 所以這個最 最少就是說 12點之後 這段時間應該是 小偷也可能想要休息的 那當然呢 利用那個 資料欄統計資料 好處是可以看到結果 但是缺點是沒辦法留下來 所以如果要留下來的話 你們也可以試試看 你們可以 把那個剛剛的發生時段 畫個圖 比如說畫個圓形圖 然後並且把佔比最高的這個 這一塊把它炸開 把它往外移 那這個該怎麼做 請各位也許先試試看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 所以今天的練習作業部分的話 就是利用Google試算表上面 把那個台北市的切到點位資訊 分別增加有三個圖 那三個圖基本上就增加兩個欄位 黏這個是自己加的 那這個區也是自己加的 那發生時段呢 我們不用自己加 因為裡面就有了 OK 所以針對這三個欄位 我們做個練習 所以最後的話 我希望呢 請你把做完的這個圖 放在等於是這個資料的右邊好了 分別就是把黏的部分放在這裡 OK 你要移動的話點它一下 你可以看你要放在你比較覺得OK的位置 調整它也可以放大縮小 那第一個的話當然 我黏部分的話 我希望它能夠有節點 而且有資料在上面 所以我剛剛有講過 你可以從哪個地方 從這邊置地裡面有沒有 可以從這個系列裡面可以看 顏色可以變更 然後它的有沒有 這個主要是這裡啦 所以如果你要改 這個上面的這個東西有沒有 主要顏色部分在這裡啦 然後加這個的話是在這個 叫資料點的形狀 跟資料點的大小 我這邊是用正方形跟CPT啦 那你說你如果覺得說 老師我這個覺得正方形不好看 我想要改別的形狀 可不可以也可以啦 反正你就調一個你覺得 比較喜歡的啦OK 你說零形比較好OK 那你覺得喔 這個太小了 我希望大一點 那沒關係你放大一點 那你說顏色 不要這個顏色 你想要用別的顏色 沒關係 這個都可以調整 主要我是希望 第一個顏色不要是淺藍色的 第二個的話就是 上面要有一個資料點 那至於形狀跟大小 這個我想你可以自己調整沒關係 所以第一個喔 這個地方 那上面的標 上面的這個數字喔 你可以看到底下這邊有一個 就是它的那個標籤有沒有 你可以把它加上去啦 這剛剛有講過喔 好那第一個圖是長這樣 第二個圖的話好像 它能夠長這樣 這個中山區的部分喔 要往外移動喔 那移動的部分的話呢 其實也在這邊啦 你們可以設定裡面再稍微找一下 那我記得好像大概就是幾個地方設定嘛 包含就是說那個 制定裡面有沒有 有一個叫區塊標籤 就這個東西 然後呢它的字的大小 我大概調十吧 調十二好像還是太大 有些會沒辦法顯示喔 那再來就是說呢 如果這一塊要往外突出的話 主要是從哪邊呢 叫做圓柄圖的區塊 這邊調整 那把中山區的地方呢 向外移動 這個可能要移動多少 移動十喔 所以不像說在Excel啦 直接用點然後往外拉 不行喔 你這邊一定要是 叫做什麼 叫圓柄圖區塊 這個區塊 然後中山區的部分呢 把它向外移動十喔 所以這個地方才會往外移動 OK喔 好 那其他的話應該就 其他有哪一些 像圖粒啦 圖粒部分 我看我這邊好像 這個沒有圖粒 所以如果假設 這個有圖粒 圖粒我是把它放在右邊 所以如果你假設 希望圖粒 放在右邊的話 那制定裡面這邊有個圖粒 圖粒部分的話 你把它放在右側就好了 本來好像在下方吧 在底部啦 底部就長這樣 不好看 我覺得把它放右側好像比較剛好 把它放在右邊 你可以看到 這個圖粒就放在右邊這邊 OK 那最後的話 我希望第三個圖就是發生的時數好了 我後來調一下 我發現直條圖好像不如用那個圓形 圓形圖會比較能夠表現出 那個什麼 它的那個數量 那你可以看到 我把10點到12點的這個區塊 把它往外拉 OK 這樣的話看起來好像 就比較能夠凸顯 有沒有 這邊最多 然後其次的話應該就是 這邊吧 我看一下比例 不過它這個 這個應該是第二吧 所以呢 如果假設要畫這個圖形的話 當然第一個 一樣怎麼樣呢 先把時段先選起來 一一選這個 第二的話插入什麼 插入這個圖表 插入圖表之後的話 接下來你就是再去做一些相關設定 那你會發現預設它是直接浮在上面 所以我把它設定改一下 把那個上面的話呢 改成什麼 改成就是 應該是 樣式這個不改 樣式反正就用預設的 主要是改這個 就是叫圓柄圖的部分 把那個資料標籤 資料標籤改成 本來是5嘛 改成標籤就可以了 上面就會顯示了 然後再來的話 底下的話還有圓柄圖的區塊 這邊哪個地方要突出 這一塊 所以把這一塊呢 10點到12點 把這一塊 往外拉10 10 10%的話 這邊打個10 Enter就可以了 有沒有這塊就突出來了 那這個突出來之後 你會發現旁邊的那個 那個名稱就不見了 這個類別我想 好像也不需要 這個圖例部分的話 不要就把這個圖例怎麼樣 把它改成沒有 OK 那這樣就可以 凸顯那個發生時段 所以今天的作業練習的話 主要就是請各位把這三個圖 這個把它刪掉 因為剛剛這邊已經做一個 把這三個圖呢 分別列在右邊 然後增加一個圖表的一個工作表 OK 最後把它除掉 最後作業的話 就把它共用好了 共用之後的話 把這個共用的結果連結給我就可以了 來吧 畫面呢 還給各位一下